大家好,我是孫敏,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就是雙頂而穩 講講講故情況,今天講故帥仔,早段平開之後,升幅其實不是很大 不過幸好慢慢升,越升越多,尤其下半場升幅擴大了 最後全日升208點,收26,645點,成交743億 今天做得帥仔多得廣揭,今天升4.1% 加上內地經濟股租率不錯,令市長拖了二百多點上去 好了,講回整個市形勢,昨天節目看到了,有兩個等 其中一個等是等什麼呢?就是等一百天線的增持情況 結果今天就等到結果了,出現了一百天線的突破 無論是恆生指數,國企指數或上陣指數都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看到了,就是恆生指數了,已經破了一百天線 雖然破得不算很多,但也算破了 國企指數就明顯一點了,明顯抽穿了 好,因為一零四零零左右,一百天線去到一零五零零以上 超過一百點,上陣指數也是慢慢破了一百天線 走勢從平均線來說是不錯的,只不過 雖然等一條線,一百天線破了,但後市怎樣部署呢? 初步來看都是稍稍審審為主,雖然樂觀了一點,但仍然要保持審審 原因可以從二十多方面說 首先,第一件事,今天市能夠抽上去 其實多了幾隻重要的股份,就抽上去帶動 其中一隻就是港鐵,剛才提及過,就升這麼多 原因就是大行的推介,就說正 大行的那間呢?高敏,高敏說是股值吸引 維持買入的建議,所以今天就大幅上升了 升了4%又多,另外大行推介的股份 雖然不是成份股,但也有不錯的升幅 其中小米更加厲害,花旗說 將會推出的五支手機,將會推出的五支手機 會有利整個經驗環境,所以就大幅上升 而且呢,小米的上升更加成為今天 市上升的重要,成交上升的重要推動力 今天成交,剛才說的743億 多於昨天就不少了,昨天600億多, 但其實呢,如果扣除了小米,因為今天有大行推介的因素 小米的進漲是多少億呢?是42億 如果扣除了小米的突然間狂升的成交呢? 其實就不是多很多,只是多幾十億 那麼多幾十億來計算呢? 那麼,對市的整體來說,上升動力是否增強了很多呢? 那是有移民在這裏的 所以今天呢,市能夠做好,一來受個別股份的大行推動 二來呢,成交都是個別股份推動上來 那麼整個市,市底,以至成交,是不能夠配合到升市呢? 這個呢,還是一個要有少少保留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才也提到,今天呢,主要是個別股份 以至內地經濟股上升,但是香港經濟股怎樣呢? 明顯跟不上升幅 特別是呢,之前呢,大家很留意的香港經濟股呢 今天呢,表現都是呢,絕對說不上量例 反而呢,是逆市下跌 其中呢,這個領展呢,看到呢 早前是股王來的啦 早了兩年呢,就長期受到投資者追捧 但是今天呢,不見得了 或者近期呢,都不見得再受到投資者的垂青 一直反覆向下的,今天呢 都要跌0.3% 繼續呢,在六八十元之下呢,增持 走勢麻煩地,仍然受制於二十天線 除了另外一隻,早一兩年都是很受投資者 追捧的股份,恒新呢 都是一直在低位浮沉 今天呢,都是逆市下跌 而現在跌幅呢,更比呢 就零前多,是跌0.5% 那時候呢 恒新銀行,現在去到什麼呢 就是站在157元邊 接近這個前浪底的支持 如果穿了呢,就不得了 因為這次自己就看到了 像一個平底的三角形走勢 如果穿了呢,就大件事了 另一隻本利經濟股 大家很留意的就是 新銀行地產 都是逆市下跌 看到了,跌成0.4% 仍然呢 就沒有什麼氣息 跟市的表現呢 就判若呢 就好像平行時空裡面 大家各有各 完全無關係 那這個呢 就是第二個原因 大家要說 好像呢 香港經濟股跟不上 重要的組織部分 第三個要留意呢 就是呢 外圍的情況 外圍的情況呢 就有一些呢 個別的 所謂呢 就用來對沖的工具呢 就明顯看到呢 就有很多大會在對沖中 其中包括什麼呢 就是VRX 就是波幅指數 又叫做恐慌指數 這通常呢 就跟S&P 即是美股 S&P500 走勢掉頭走的 換言之呢 通常S&P500升 VRX就下跌了 但是近來呢 正正呢 就過這幾天 特別的 VRX就是上升的 現在最新呢 進來時檢查 就是15.77 15.77 那是什麼概念呢 就已經升穿了50天 100天和200天先 所以夜圍的三條線 其實呢 基本上是拿著的 一升穿 就三、四條線 一起升穿的 但是呢 用平均線的角度來講 都要 看看 都不是野小 即使拿著 都叫做突破三條線 而且呢 從平均線的分析 一夜突破三條線 即使拿著 都可能 一個趨勢的新開始 都不出奇 因為拿著 之時牛皮了很久 牛皮了很久 突然抽出現 之時呢 一個新趨勢出現 都不出奇 所以留意著 現在突然抽上去 是不是一般的外媒說法呢 就是大戶在部署中 怕美股出現的特別情況 為甚麼怕美股出現的特別情況呢 看看這圖 S&P500指數 圖 看到了 這個小雙頂出現 正正是點題四日子 雙頂移雲就是來自這圖 看到了 兩次 上到3150 左近 就掉頭回軟 有個小雙頂移雲 當然 遠遠還未成立 因為 還未跌穿頸線 項線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 黑色線以至 黑色箭咀指著的水平 就在 3070 項線3070 現在呢 遠遠還有幾十點 還未跌穿 只是移雲 事實上呢 除了 VRX出現的大活物部署的同事 S&P500的期權 都一據外媒報導 都有大手買入 就認購期權 認購期權 小人買的情況 所以令到認購期權 隱身波幅 就抽升 是遠比 應購期權的維高 顯示 大活 都害怕的 雙頂移雲 所以做定部署 特別是 接下來 很多事情會發生 昨天節目提到過幾樣 不再 一世講 簡單講 英國大選 聯儲局會議 中美貿易談判 接下來 都會出現 有可能的變化 所以大家 部署 這些情況 所以 都要留意著 這幾個重要事件 會不會令到 S&P的雙頂移雲 成為雙頂的惡夢 所以留意著 這幾個點 都要留意著 恆生指數 所以 即使今天能夠上升 就要投入三點的不明的因素 仍然存在 所以都是 審慎一點 樂觀之餘 至少要等它 完全修復下跌熱口 下跌熱口上的頂部 就是26760左右 完全修復 形勢 才會好些 當然 修復之餘 就會破下降軌 到時的形勢 就會再好些些 所以大家 留意這幾件事件 同時 都要看著下跌熱口 以至下降軌 的增肆情況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 多謝大家